昂毛或者是红毛是福建人称呼洋人的礼语 那是因为17世纪台湾被荷兰殖民的时候 荷兰人他们鲜艳的发色就成了最吸睛的特征 于是红毛昂毛这个称呼就传开来了 不过现实世界里头天生红发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的 也因为鹤立鸡群的关系 自古以来在欧洲都迷信天生红发的人 他们很叛逆甚至是不吉祥的象征 而来到如今红头发却反过来被视为是有性格的象征 而天生长出红发的人他们更因此而感到骄傲 因此也衍生出了红发节 召集世界各地的红毛昂毛和他们的同类共相胜举 欢迎来到俄罗斯一年一度的红发节 哎慢着这些头发明明就不是红色呀 大家可不要误会 因为红发的定义设计很广 包括橙色褐色都属于红发群体 大家拿着橙色的气球走在街上 向世人宣誓我红发我骄傲 我没有任何朋友都没有幸福 这不是很棒的 现在当然很棒的 现在很棒的 现在很棒的 我最幸福的事 我最幸福的事 因为不仅因为女儿红发 好了好了这位先生就别在这里晒恩爱了 管你是单身还是带着另一半 大家聚在这里忘我的任务 一起嗨翻天 除此之外 民众还可以带着他们的宠物 前来参加最红宠物大比拼 除了常见的狗狗和猫猫 这位仁兄还带来了这一个 哼 别小看我是一只鸡 凭我的眼神就能玩上这些猫猫狗狗 这些人聚在一起 为自己身体特征庆祝一番 并不是在自爽 而是重视并珍惜自己 与众不同的那一面 在这一片热情的人海里 就让大家为自己的独特特征 一起狂欢吧